我要 我要漢堡 我是喝醉 所以啊 給我 我的好棒 外籍男子在超商櫃台前大吵 說要買漢堡 還說要番茄醬 差點對店員動手 你沒有番茄醬 甚至你有啊 你說喔 精彩 我沒有番茄醬 原來他之前 就來買過熱狗寶 但不滿店員 沒有加番茄醬 當場起正值不付錢 結果11號凌晨又來 店員不賣給他 這次吵鬧之後 外籍男子竟然騎機車到加油站 買了一小瓶汽油 接著往超商丟 加油站購買縱火劑 然後以玻璃瓶裝 然後騎乘沒有掛車牌的機車 前往到超商的旗樓前去做投資 超商外面的椅子 當場被大火吞噬 以腳黑了 地磚也燒焦 店員跑出來看 來不及撲滅 警方許得監視器 找到這名英國籍男子 他說當時喝醉了 根本不認帳 這是當時喝醉了 高雄警察公司 你的名字嗎 對 完全否認 那事實狡辯 那都以酒醉不清楚 來做推脫 就算用喝醉酒來抵賴 但是監視器拍得清清楚楚 這名英國籍男子 竟然為了買漢堡 大腦超商不止 還丟汽油彈縱火 這下被抓進警局 一切都是為了番茄醬 解成果迷高雄報導